上任將滿一個月 總統賴清德 親自宣布成立三大委員會 團隊名單出爐 除了防衛任性跟健康台灣 由蕭美琴 吳釗燮 陳時中等人 擔任副召集人 特別的是在氣候變遷部分 核碩董事長童子賢入列 但童子賢向來被視為挺核派 去年一場活動當中 他更拋出重啟核電的議題 立場與民進黨非核家園的主張不同 這是否也代表著賴政府在能源政策的態度 即將改變 那大家不要只局限於他在某一個領域的發言 或是只局限於他過去的一些意見 可能跟部分的人士有所相作 那童子賢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那也提出了非常多好的一些建議 我們樂觀其成 童子賢曾多次表示 應該重新思考能源配比 接下來將扮演什麼角色 工商界都在看 以目前來講我所了解的 可能安全的技術也越來越進步了 所以是值得討論的一個項目 如何穩定供電才是關鍵 賴清德回應民意 而核能是否重新考慮 也再度引來高度關注 華視新聞 張選簡宏旗 SNG小組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